亲爱的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鼠道网 又到了鼠道网给大家带节奏的时候 这一期带来的是一级游走第八期 痛恐女王 这时候我相信同学们又有疑惑了 痛恐女王也能游走 那么大家千万别忘记我之前说的 只要是带控制或者是带减速的 照样可以游走 我之前玩的都是一些带控制的 好 那我这一期给大家带来一部带减速的 我的女王出门 一双鞋两个竹枝 下路有幻象符 这幻象符是个好东西 是扛塔神技 应该说是扛塔神符 中路是个伐木机 说实话这个伐木机不好杀 因为他有一个钩子 他有个钩树林的钩子 我先不管了 决定先去尝试一下 杀不了他 我也把他血耗了 先站一个他看不见的位置 把幻象扛在前面 给我点个信号 这位冰龙说要过来 那我们先上了 先不管了 先上 冰龙来再说 这根本跑得好快 好 先给他毒一个 冰龙从旁边绕过来了 冰龙开始 喷他 开始去减速 我这边再被他打 我决定先撤一下 我再不撤我就送一血了 过来分了个经验 拿到了 100多块钱的助攻 但这一波我扛塔扛得很伤 中路的帕克还丢了个宝贝下来 属于树枝 我还会丢个大药呢 这一波我不但帮帕克扛了塔 还让帕克拿到了一血 这波帕克中路肯定是不会崩的了 这个帕克至少在前进能带起节奏 而我 我的主要责任就是前进打乱对面的战线节奏 杀他们人 扫着他们补刀 其实一级有走的作用就是 我也在前期 自己的三路线上能打出一个优势 把他们干崩 在战线上能轻松点 这边有个加速 加速虽然说是挺好的服 但是这加速给我我可能杀不到人 因为中间这个伐木机已经死过一次了 而且刚才我们是三个人杀他 这波杀他肯定杀不掉了 本来想毒他 想想算了神典兰 我毒都不想毒他直接走了 这波去下路 下路看有没有机会 看样子没机会 下路凤凰加狮王 太恶心的组合了 这人说没机会 所以我只能下来消耗一下 诶 这边全场放了个水 这水还水到了 但是不太好杀 真的凤凰有一个让攻击 让我攻减减速 这个真的太恶心了 好像是减我80%的速 还是干嘛的 反正就是被他打到了以后 我基本上A不了人 这边我再下路蹭了一下 蹭到两级 Coco也给了我打药 我发现这盘我的队友都非常的 非常的有爱 非常讲义气 时不时的给我送吃喝 其实我都是准备回家的了 像中路那次 我逃犯伤害杀完人 我就准备回家了 蛮好的节奏 这波来这里逛了一圈 但我看不见伐木机 我这个伐木机藏到了这么后面 我只能说 虽然我没有杀到那个伐木机 我同样是打乱了他的节奏 现在帕克在这 帕克在这边 FREFORM 一个无压力补刀 这盘我只要把帕克保肥 我们这盘基本上就很难输 但是对面的阵容 对面的阵容很好 然后PA也在无解肥 目前他们的中路是被我打崩了 这中路已经是服不起的二斗了 最后来强行干一下这哥们 我这边顶一下他的伤害 对 赶紧飞走 现在下来看完帕克了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我先撤了 我不玩了 偷偷地不两个刀 撤了回家 帕克是没有把那个伐木机杀掉 把这伐木机打到空雪 然后把对面的凤凰引过来了 对面的凤凰过来 就其实很吃力 他们下路就形成了一个一对一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第一时间飞到下路去干 干那个狮王 就像我前面说的 一级偷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杀穿对面 打乱对面的战线节奏 这样的话是方便自己的一些 一些队友能有一个好 再前击有一个良好的话语 这波买了让TP果断TP下 我前期一般都很少买TP直飞的都是走过去 但是看到这个狮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这波这个狮王势在必得 就一直干掉他 好 这船上水也水得不错 直接把他水起来了 给他上个毒 打他 打死他 往哪儿逃 妖孽 你往哪儿逃 好 这边船上水一个 直接把这个狮王 诶 这里还来了个纵化 还来了个送死的 但是我要离他远一点 你看他这个减速打到我了 我完全打不动人 我只能先毒他一下了 然后再A他 回头A他 干我 跳一下 把他毒死了 这波拿了个WQ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犀利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你在前期 你在前期各种的游走 各种的骚扰对面的线上 让他们发育的不开心 或者是 假装一些冲塔干人 有时候那些 对面的人就会开始一个 TP塔支援 什么支援呢 TP过来支援 TP过来阻碍你冲塔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第一时间选择撤退 有状态就直接去干别的路 因为别的路是已经少 肯定是少人了 像刚才 大家我们下路 下路是那个狮王加凤凰打全掌 全掌是完全打不过 就算我不游走 我前期下路跟全掌一起 打对面两个 我们也是打不过的 因为对面这两组合 加血太无敌了 输出也很高 就把他们的节奏打乱 把他们一个人引开 逼到中国 然后我们 再下去二打一 行程一二打一 先把那个一杀了 然后对面那个 凤凰赶过来的时候 他也只能 任我们宰割 所以说一级游走的 最大好处就是让对面战线站不稳 让他们站得非常不舒服 非常不开心 看我们帕克到了六 第一时间带了不干可 中毒杀掉牛头 已经拿到了一个大杀特杀 而我自己的战绩也是二杀零死一助攻 这边我是学两级毒 这波我们四个队友都在 但是很明显不太好杀 对面已经意识到了 现在目前唯一一个 比较 比较值得考虑的点 就是他们上路的PA 船长没 诶是凤凰 这凤凰 这凤凰 这里吗 我不干你 这凤凰要死 船长一个水船 直接砸到 从事还砸到 这狮王 狮王也得死 只能说逃不掉 先追上去 一个猴 哎呦 这里被牛头砸了该不 我没事 继续追 这个动物直接放了个冲击波 带走这个狮王 现在我们野区的动物也飞了 这边拿了波双杀 同样我们船长也是属于一个 等级很高很肥的状态 下路加起来一共杀什么四次 我这边是买了一个加速手套 加速手套我经常跟大家说的 是一件可攻可守的道具 但是这件道具只是对于一击游走 因为你游崩了 你游的不好 你可以把它换成夹腿 如果你游的很顺 你就可以把它换成点筋手 因为你前期一直处于一个零补招的状态 然后等级也不是特别高 点筋手这个道具呢 刚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道具 意识能提升你的等级 因为它点一个大野怪 它可以吃到三倍的经验 然后同时也让你的金钱得到增长 所以点筋手对于一级游者来说 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道具 可以说是英手必备 英手必备选 必备选择的道具 但是这得看你是什么英雄 如果你是个法师 比如说你是一个没有后期潜力的法师 那你肯定不出了 比如说像我上班TS我就没出 因为TS是一个不是太有后期潜力的 所以它需要出相位鞋 什么战鼓直接前进打架 而女王就是有一个后期潜力 女王你后期可以做物理 也可以做魔法 而TS呢 就是受着魔灵魂 你是只能做魔法 这波这个船长 他歪了也水歪了 这船长目前虽然干的有点惨 我都不是特别想去救他 兄弟我只能说 我只能看着你死了 要为自己买单 这波直接TP到中路 因为Pug有大 这波轮到Pug带节奏 这边跳过来放了个毒 我们四人形成了一波小分队 下路刚刚船长出现了一次 被他们干了了 但是我们立马出现在中路 把对面的人带走 这也就是对面很难想到的 因为这个突袭确实很出人意外 这波可以把这个中塔拔了 四个人全在中间 哇 拯救头砸了个F 砸了一下无数上两百两百点血了 开始无伤大雅 这个塔前是肯定是我们的 但这个塔不知道被谁也倒 我只能抱着试试看那心态 是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动了 那我只能迅速撤退 十分钟出了个点筋手 是时候开始我的点野计划 因为前期有走等级不是特别高 前也不是特别多 裸了个点筋手 所以开始要点大野 这样的话可以很快的补充自己的等级 看我点了一下这个大野 这个经验直接升了一管 一管子 一管子经验 然后呢 点筋手 也是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点完了大的 点完了大的 然后一定要把小的轻了 这样的话很容易脏到队友 或者说脏到自己 比如说你在那边 因为情况比较紧急 你点个大的 然后你人走了 等你下次回来点的时候 反正这边还是个小的 这样的话你就是脏到自己了 好 点了 点了摩金回家第一时间 买了张TP 买了个魔棒 干个必备 魔棒绝对是不能少的 现在我也是到达六级 这波我在想TP哪 TP中 就比中路是个很好的选择 中路因为准备干下了 你看帕克 帕克一个流人呢 帕克一个大招 但是这波好像有点凶险 因为我先跳过去 一个F 带走牛头 然后带着我们的帕克有点危险 或者我学个技能 然后过来 甩个大 一个大是把他们都打成空血 但没把他们打死 这狮王 这狮王 哎呦 这狮王好肉啊 无限加血 有点没 有点拿他没办法 我觉得你先测一下 看那个狮王会不会犯贱 哎 这个狮王真的是犯贱了 兄弟 那我只能对 哎呦 凤凰开弹了 我得等这个凤凰大 结束了再上去 你看这个狮王在那犯贱换了 这我不把你收了 哦 凤凰来搞我了 兄弟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呃 真的好惨 这波看我的队友是一波5v5的团P 吴解肥 吴解肥P 被动母直接伤了个大招 直接把他带走了 还好我们的动母也是处于一个吴解肥状态 打也没人骚扰 同时又受人头 这波我们的动母异常凶猛 打了波双杀 所以说我们 果然是一个 果然是我的队友都非常激进 非常会玩 这边 这波还想干嘛 我想算了吧兄弟们 赶紧买一个 合成一个大摩放卷拙 然后再买一个 再买一个 再买一个 上两半都可以不买 出门了 现在把点睛点得比较要紧 不在家里犹豫了 我记得我上一个点睛的时候我才六级 现在我八级了 点完大概九级了 可能九级不到 又是个销售 其实销售是最不好的 销售经验最低 我喜欢点大萨特 大萨特跟巨魔是经验最高的 好 加上400多块钱 买一个自立斗篷 因为要喝假腿 看那边 中间这个PA可以杀 因为这个帕克给我来代杰做了 我现在要做 只是配合和帕克把这个PA杀了 带牛头来了 不是特别爽 这牛头救了那PA一命 反正那PA得死 哎 船长一个水船 水到了凤凰 好 这波又是一个机会 哎呦 一个猴 带走凤凰 然后这里这个伐木机 赶紧学个跳 这PA 哎 这边 冰龙大了这个狮王 那我只能先给这个狮王来个毒 然后船长一个水 我跳过去甩个大 直接甩个大 直接甩个大 这里被牛头打了一下F 虽然人头不是我的 但是我们杀掉了对面的人 我同时也是分到了助攻前 自己也没状态了 赶紧撤 这一盘打得非常激情 队友无时无刻都在干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 有一句话就说的非常有道理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这要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的队友如果都喜欢干人 那么如果你 你本来只是一个喜欢打球的话 那你也会跟着一起干 因为你看着队友在干 你自己在打拼 你会耐不住寂寞 但如果你的队友都是FUN的 那你也只能去FUN 因为没人跟你干 你就会发现地图上 干不到人 也没队友跟你干 你会觉得特别无聊 那这样的刀刀呢 是大家打得非常不开心的 所以我非常不推荐 所以我打路人呢 就是 主动出去干人 带着自己的队友干 哪怕干懵了 至少这盘我玩爽了 至少干懵了 我可以想一下这盘输在哪里 可以想是哪波团没打好 或者说哪次小错作没做好 但是你要说你是FUN的 打到后面打不过别人 装备没变好 那你只能想一个问题 就是你打前面别人快 这个游戏就变得非常的枯燥简单 这波我的队友感觉要出问题了 我得出去第一时间支援 这波感觉是被对面碾压去走 但是我得率先冲过去 因为我作为一个干涉的领导者 必须得第一时间到达战场 虽然我现在是第二时间 但是这波我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先把这牛头干了 慢慢来不要急干了这牛 我再慢慢来 注意走位 目前我们的动物最肥也最肉 扛在最前面 这个跳上去干这狮王 把这狮王带走 前面还有个PA 这PA也逃不掉 逃不掉我只能说 先给他上毒 再来一个火箱 把他带走 这波拿了一个Triple Q 本来我们这波已经是 已经被对面干崩的节奏了 我们也死了不少队友 死了两个队友 但这波我的到来 没有让大家失望 把我们本来是已经分盘了一个节奏 转亏为赢 反败为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刚才 第二次点击的时候我是几级 我第二次点击的时候 我是点完了以后 我是快升九级 然后现在这波都快打完 我第三次点击了 我现在已经十一级了 所以说前期没等级怎么了 没钱怎么了 只要你打架 只要你打架 这些东西什么都来了 什么都能来 这波吃了个加速回家 真的非常爽 打多少 打多少其实 但是有一些比较很振奋士气的一些事情 可以让大家碰到 比如说打完一波团 然后你空血残血了 这时候你去支付减能亏复 这就是振作士气的其中之一 我们的动物都跳了 对不对 这个伐木机就逃不掉了 然后或者是你 或者是你急需要回家 但是像没有TP 这时候你吃了个加速 那你就是飞快的跑回家 走 一边走都是 一边走都是一边开一边在那笑 像我刚才就碰到了一个想回家 这个加速的情况 上楼又打起来了 上楼我们的帕克被干了 然后冰龙是顺势TP走了 这波我们趁机趁机把中路偷了 因为对面的人都在上路 对面出现了四个 那我们这波 这波部把这个中路拿了 何时才拿 拿了中塔 跳上来捡个斤 这个时候在别人家野区 我就得留一个小怪给他们了 因为这个小怪是怎么都脏不到我的 要脏也是脏到对面 所以我赶紧撤了 这时候需要去打一波 差一点点钱买个2200 买个2100 买个金 买个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来着 全部加10属性的那个极限法球 对极限法球 最近也是感觉人老了 记忆力都差了 有些道具都忘了 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这边我幻想是探到了 探到了两个人 探到了个PA 这边我的队友非常可爱 那个帕克说 那个帕克说球加一记好友 他说他好啊 好截图给他的一些室友们去显摆 但是很明显他的 这个船长肯定是跟他一起的 就船长出了一句说 别加他 这个家伙只会卖人 上路打起来 但是我这时候回家了 我不知道队友能不能打赢 杀掉了凤凰 哎 帕克还要冲 我先去点个金再说 控制幻象 过来假装这个是真的 看能不能吸引你一点什么火力 哎 没人打我嘛 对啊 我的幻象也没了 一切都是想多了 这不他们干的好凶啊 但是就是没死人 但是我先把这波我赶过去 总是说太紧急了 不如先把这个中路线收了 这波我赶过去实在太急了 哎呦 信使死了 差一点我还以为是我们的信使死了 对面好凶 这时候我又又赶过来了 这个时候来才是最棒的 这时候过来收割节奏 这时候伐木鸡给他一个毒 再给他一个F带走 凤凰一个大招 一下A死 然后死亡 这里我被凤凰那个减攻速恶心到了 哎呦 这里还差一下跳过去 干他 哎呦 完了PA过来收我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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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好惨 虽然这波干了干了一波三叉 但是我被PA带走了 呃 非常非常不实惠 我的一个无人能打被他带走了 呃 确实干了十分钟也特别累 呃 十叉二死 十七助攻干了十七个人 呃 呃 在这给 所当我给大家推荐一波零食 呃 最近我们店里呢 也是 呃 上架了一款巧克力 呃 非常好吃的一款巧克力 叫做赛木巧克力 呃 这款巧克力呢 是我们之前 呃 也是给大家严重推过的 呃 那个时候的销量非常爆 非常爆 非常火爆 一个礼拜卖了 一千多盒 呃 呃 接下来的天气呢 也是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 那个 低温 就是达到一种低温 呃 一旦一旦冬天到了 巧克力呢 就变成大家的一些喜爱食品 呃 那么 首先我在这里非常严重的给大家推荐 呃 一款 法国赛木巧克力 呃 同时这款巧克力在我们店里 只要你买了这款巧克力 我们就会给你一个包优活动 呃 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馈给大家的一个 对我的一个长期的支持 而另外一款巧克力呢 就是一个加拿巧克力 我相信不需要多就 不需要多介绍了 呃 我的丛林单牌50多系ID 全部都叫加拿巧克力 也是我们 呃 年初非常爆款的一款巧克力 一个月要卖掉六千多盒 好 大家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买买山梦 可以给大家一个包邮吧 其实大家都都嫌邮费挺贵的 好 这边是吃掉了很多很多野 这么紧了个隐身 现在想一下干谁 算了 还是先把先把装备买了吧 但存了2800和巨款 我肯定先买一个回馆的 好 因为你买回馆的 肯定比你那个买2700好 你2000就虽然加这里了 但你不回馆 肯定买个虚无宝是要好多的 好 像我这个PA在单带线 而我这个时候状态 我是不足以下去杀他的 我才600多的蓝 下去杀他就自讨股市 哎呦 我们都动不下去了 那我就不得不下去了 那我只能说 有兄弟带头 我怎么能不上 王大棠 王大棠 小伙子 王大棠 像我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董事人 就是我的队友想干嘛 哪怕我的队友想 哪怕我的队友捐一下屁股 我都知道他们想干嘛 你就会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达成一个协议 那就是第一时间到场 第一时间满足他的要求 肯定是他 那个动物肯定心里想 这时候赶紧来的队友就好了 但他又来不及打 来不及打字 因为机会就在一瞬间 所以他又先不管了 直接TP下去 而我这个时候呢 观察又 关键师又特别喜欢 爱看小地图 就是我看到这个动物下去 那我就 顺势就下去 一起把那个PA带走了 上路干起来了 这波干的也是小范围 干的非常凶 因为我刚才下去杀那个PA了 所以我也是没有蓝和没有状态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所以这波上路的小范围团P 我打算放弃 放弃我的蓝也不是特别多 我购买了一把羊刀 回家补一下状态 因为羊刀被削弱了 以前羊刀有200%的回蓝 就是你买了羊刀以后 哪怕你只成一地蓝 你都能在外面逛到你买蓝为止 哦 这个PA 最后一刀暴击了 不出这个暴击就冰龙死 走了 前面说什么 前面说 以前是200%的回蓝 我现在呢 是已经改成了150% 就是说回蓝特别慢 你想在外面逛街逛到满蓝的话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果断选择第一时间回家 补满状态 然后再出去 我现在蓝是没补满 因为这些蓝够我回的 别什么 这也是一些小细节 如果有一些非常强大的回眸道具 或者回血道具 你不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 补到最佳才出去的 你补到一个折中 你就会走出去了 对 因为你走出去的时候 它又帮你回满了 我的点睛手CD又好了 这时候我已经无所谓点不点大野了 随便点一个 达到了16级 等级不是特别快 这就是有点睛手的帮助 同时也杀了不少人 上路这个P还在带线 你还在带线 你是没看过装备吧 兄弟 这怎么不得不说实在太惨了 就冰龙过来喝雷波 喝雷波汤 打了一下酱油 但是分到了一个经验和助攻前 可以了 反正这经验我单吃 我是17级的 我计17块18 现在单杀的经验特别高 跳回家 又蹦又跳 因为又没蓝了 这时候我可以想一下 我的第二件道具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暴力的人 那我第二件道具 非暗面莫属 非暗面莫属 所以我这时候先买到了一个秘银锤 再一奔一套就跳出去 女王 女王好玩就好玩 在她 可以不用走那么多路 因为其他英雄总是要走路 女王的话 一奔一套的话 跳得很快很快 最重点就是 当自己有了那些 比较强力的回眸道具 比如说杨道啊 紫园啊 林肯啊之类的 奔来奔去就特别开心 奔过来 因为大爷了 这波得点这个小野 16级过后 杀大爷点小野 因为大爷的钱多一点 因为点金点哪个都是一样的钱 哦 这边怕个留了三个 但是这波感觉不是我们的节奏啊 看这边 回血全部回上来了 凤凰也开大了 这波感觉是我们队友崩了的节奏啊 兄弟 情况不对啊 哎呦 帕克浪费了一个好大 这边船长放了一个水 但是我都不敢冲过去 我都冲过去怕死 因为我的大招没好 首先是我的大招没好 大招好了我可能 可能会冲一冲 这波藏起来先 藏起来在那边等人 看能不能干哪个 偷偷的摸摸的偷一个 女王就像一个刺客 是属于偷偷摸摸的干人的 并不是光明天大 想光明天大的前期 那就是对面的血量都非常少 同时对面也没有高输出 或者没技能了 这PA 哎 上路有牛头 我发现了一条鱼 这时候我就可以偷偷摸摸的走过来 看这牛头 这牛头好脏啊 居然不上来 反正PA上来了 先干PA吧 看这个PA好像血量有点多的样子 甩个大仙 哎呦这里面 打了一个F 但是依然阻止不了我要杀这个PA的冲动 回头再干这个 尸王 我的数字线非常高 哎呦这牛头过来给我 给我踩了一个大 他刚才居然踩的是一个大 卡在旁边没有什么冰 你们先撤一下 回头再干 等一等技能CD 哎呦 还给我加骨灰 哎呦呦呦呦呦呦 得做了得做了 这大哥数字太高了 TP了 再不TP得死了 40几点血 哎呦 差点死了 哎 现在我发现我的钱非常多 这个时候我的血又补得特别慢 我决定做一个非常 非常一个土豪的行为 就是买个大家自己客了 好 然后出去了 这就是土豪 我有钱 大家以后打多了也可以这样打 但是前提的情况下就是 你的局面比较优势 然后同时自己签也比较多 像我看就是做了一个纯土豪行为 完全可以等几秒 在温泉里把血补买 但是我硬是要买个大药 五十块一点 大家请教我土豪QOP 一蹦一跳 蹦蹦跳跳蹦蹦跳跳 继续去看有没有什么人可以偷 好像没什么人 决定这波先去下路吧 这是现代的 这边这几条 几条龙根出来了 这边跳过去上面有 有战斗的样子 哎呦 这动物 这动物可以啊 冲到别人家温泉了 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逃 逃不掉了 那想我要不要封进去呢 算了 没大 还是那句话没大 有大就冲了 这动物也没有把PA杀了 这波那这动物送的好刷啊 连队友都忍不住说一声 机智的动物 这边我说把这波兵清完以后 暗灭了 把我的暗灭运过来 暗灭在手 天下我有 这时候点击手CD就快好了 这时候钱就是多 切个力量加推 现在我给完全切力量加推 已经不需要智力加推了 因为现在不缺魔 看不到人是什么意思啊 这牛头好有冲动想跳上去把它干了 咱还是忍一忍稳吧 暗灭了 非常凶猛 非常凶猛 以及凶残的道具 这时候 这时候我的队友 刹克和冰龙 看到我打出了一个法球 他们都纷纷表示惊讶 这皮也跑得好快啊 刷 居然说我刷 我31分钟我才 我才补了84个刀 你敢相信吗 34分钟我才补了81个刀 但是我的装备是点睛 暗灭 羊刀 我这个 我这个装备就是相当于 至少是200个补刀的装备了 至少200个补刀 所以说嘛 打多少就是要杀人 有杀人就有装备 就有等级 这边都没脚踩两个 直接把PA扬住 先输出一下这个防目机 再给它甩个大 再跳过去一个猴 瞬间带走三个 同时这里有个凤凰 这牛头给了我一个F 但是我真的说 给我F有用吗 没用 你还是得死 还有个凤凰 他变弹了 赶紧撤 没血了 DB回家 这时候我又要做一个土豪行为 我现在没血没蓝 现在没血没蓝 所以我决定买个大药 磕一下 撤 跳下去 蓝就不用买了 蓝实在会太快了 主要是没血 结果上去把这上路线带一下 中路就按队友拆了 不能给对面一点机会 这个塔我得守住 太丢人了 太丢人了 这个塔还是对面的 这么高的输出 这么高的输出 居然没有把这个塔补掉 好像是我这个攻击弹道 打到的时候 这个塔已经掉了 所以说这波应该怪不了我 是吧 2200块 2200块 可以买个大炮了 买个小大炮 水晶剑 把我的水晶剑运到 这边船长突然说了一句 兄弟走好 什么意思啊 看到有队友要死了 这个不行 我是一个 不会放弃队友的人 但是队友真的实在得放弃 首先就是我 首先我感不到 我感到我一定去救他 要把我的水晶剑带到身上 做一个暴力 暴力输出流 看这PA 这PA看我怎么瞄他 看我怎么干他 所以把他扬住 A他就平A他 带一个猴 也把他带走 看我这输出 这输出我只能说 非常的恐怖 重点是我的装备都是杀人杀来的 并不是打前打来的 为什么 你这身装备 如果你打前打来 那说明对面的装备 至少是跟你一个级别的 跟你差不多 对 如果你是杀人杀来的 你把别人杀崩了 你自己装备肥了 那你的级别 那你们的级别就相差的很大了 这点是至关重要的 你在farm的同时 别人也在farm 而你在杀人 杀他们人的时候 别人只能再被你杀 所以别人的装备 是不可能比你好的 这就是一个装备体现 打多他 打多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装备体现 你们俩装备一样 就没什么可体现了 但是如果你是把他杀崩了 然后你的装备 你的装备又比他好 那你们就没法打了 如果你想搞刷钱 刷的别人比你穷的话 那只能 那只能说太难了 比你现在的路人都不赛 你刷钱谁不会啊 我也会刷 说不定你刷钱的同时 我还来抓你呢 但你打钱打得不开心 这都是 又有2千万了 莫名其妙又有2千万了 出手买个 买个恶魔刀锋 因为他昨晚做个大炮 这伐木机又被先手了 这盘伐木机我开始就说了 他公共这样被我游 他的中后期是肯定没有作为的 伐木机这么有一个输出的英雄 这盘完全没有打出任何作为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前期崩了 他前期确实崩了特别惨 因为他P又出来了 把他扬了 唇A 直到最后面一个大 相当的果断 P过去都糊了 才复活又死了 这波完全不用顾虑了 因为P都死了 还有什么输出能打得死我 我不管我直接跳进去了 先带着凤凰 哇一下A 同时一下A死了死亡 杀到一个吹不可 对不起全死了 那我们这一期到这里 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视频的最后面呢 是我们服装店的一个新推荐 还有临时店的一个新推荐 服装最近呢 是新出场的一批风衣 这批风衣是真的帅 希望大家能够选购 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我是鼠刀 那么又到了 接下来是鼠刀 给大家推荐临时 和我们的服装的环节 那首先最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的临时 我们临时店最近也是有一些 非常非常亮眼的活动 那我就准备一一介绍给大家 这次我临时拿的不多 我只挑了几张重点 拿过来带过来给大家 给介绍给大家 然后首先呢 是我们的那个 法国赛梦松露巧克力 这个呢 这个呢是我们年初就开始推的一款 那个非常好吃的一款巧克力 在年初的销量非常高 后来因为天气原因 然后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售卖了 最近天气也是慢慢转量了 也是巧克力的热卖季 首先这款巧克力呢 是由法国皇室的一个品牌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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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巧克力的 然后这款巧克力呢 大家可以买了以后 可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吃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同时有个最重点就是 买一盒我们的赛梦巧克力 那我们就会给给你一个全国包邮 就是你不管你其他的买多少 哪怕你其他的买一千块钱 油费油费不管是多少 只要你买了这个赛梦 我们就给你来个全国包邮 而且只有买赛梦 我们才给你全国包邮的一个特惠 同时买第二盒 我们会给你一个半价 然后第二款巧克力呢 是我们的成名已久的加纳巧克力 加纳巧克力 我自己的一个DOTA的一平台ID 也是叫加纳巧克力 因为我个人之前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一款巧克力 因为我的口味比较喜欢苦涩 因为这是黑巧克力 所以吃起来会稍微有点苦涩 但如果嘴巴里没味道的时候 可以来一块这个巧克力 马上让你恢复你的味觉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些重点的 就是还有我们的香香牛奶 这个不用多说了 压压惊必备 压惊必备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猪肉腹 我们猪肉腹也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 呃层层的呃选购 我们已经是 这是我们最终选购的一个猪肉腹 你看 从包装上就看就知道我们的猪肉腹 呃 非常经过严格的一个严选 就是保证大家吃到的猪肉腹 是呃 呃 纯正的呃 没有伪劣仿冒的 然后呢 接下来是 其次呢是这个鸭蛇 这个鸭蛇呢是由 是由南冬食品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鸭蛇 这个鸭蛇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 所以吃起来呢 非常非常好吃 是一个香辣味 呃 然后还 其次就是我们最近店里卖的非常不错的鱼豆腐 呃 这个鱼豆腐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 但是我们店里呢是卖200克一卖的 呃 200克的话大概有好几包 大家可以也可以选过 鱼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东西 呃 还有我们的张军雅小面油系列 张军雅小面油系列呢 这次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一包 这一包 呃 是那个炭烤鸡之味的 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一个面 大家 呃 小时候肯定吃多了什么小欢雄之类的 但是你回头来试试张军雅 你会发现张军雅是小欢雄他们的升级版的升级版 会比他们更好吃 好 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我们店里香料最高的一个金丝肉松饼 这个金丝肉松饼的口味非常好吃 大家吃过以后就懂了 我就不想 我就不想大家多多介绍 还有我们这个华芙饼 这些都是一包一包小麦的 这个华芙饼呢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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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你吃起来就像是一个很软的一个面包 呃这个面包呢是专门在你晚上打坐它的时候 肚子饿的时候 专门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啊然后我们推荐完我们的零食以后 嗯 接下来就我们服装了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呢是我和巴林一个服装店 啊我们服装店呢 因为现在是秋季 所以我们进了很多 秋季比较帅气又好看的一些衣服 嗯 上期上一次呢我们推荐给大家了一些西装 那受到的反响都非常不错 啊那我们这一期呢给大家推荐一件这样的一个风衣 嗯 这样的一个风衣呢 嗯 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好的风衣 首先呢是它的面料 啊面料跟质量都非常好 穿上鞋比较舒适 啊最重点什么 这就是风衣非常适合一些销售的人穿 啊就是人又高 然后自己身材又非常不错的 这样穿出去的话特别显身材 啊女孩子看着呢也是会觉得你是一个像风一样的男子 啊就是开玩笑说的 但是这件衣服呢确实啊非常非常好 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那我在下一期视频中我会来一个真实出镜 把这件衣服穿给大家看 啊但在这期呢相信大家听过的绝对没错 啊这件衣服绝对是啊不会骗你 关键是啊这也是我们的现在一个塑销价 原价要288现在只有99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件风衣 啊我在这里非常体验非常强烈推荐给大家 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选择自己的一个尺码 嗯同时我们店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非常不错的衣服 比如说羊毛山类的羊毛山类或者说一些外套类 啊外套呢在这里我先推荐给大家那些风衣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件类Dota的衣服 就是说上面有一个Dota的logo啊这件衣服呢是只要79块钱 啊我们店里呢有很多很多韩版的一些衣服 或者说一些嗯适合一些年轻人穿的啊或者说一些小职业正装 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 同时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套餐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些风衣啊 比如说配这条配这条裤子啊 配这条非常帅气的裤子 那个修身裤啊本来是要400一共是本来是要466的现在只要178 啊非常非常划算 然后呢还可以配这件衬衫啊 配这件衬衫也非常不错 同时这些还达到了一个包邮 嗯像这种裤子也非常不错 那根据大家自己喜欢了 嗯或者是这件衬衫配这件衣服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总之想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穿着嗯达到一个草原的效果 那么就来我们呃店里选购吧老鼠820点淘宝点靠